去年新加坡中央医院病人集体感染悉性肝炎病毒事件当中 涉及事件的4名卫生部官员和12名中央医院工作人员受到纪律处分 卫生部发表文告说 为了更有效地应对疫情 卫生部这个月设立了全国疫情应对小组 成员包括各领域的医疗专家 同时在去年12月成立的有效检测和防控疫情行动小组 提出了简化医生同化验室对传染病的通报和承报机制 小组也正在检讨其他的措施 预计在今年中完成检讨工作 卫生部也表示 涉及集体感染悉性肝炎病毒事件的4名卫生部官员 已经遭到纪律处分 这4个人在卫生部担任署长或相关职位 他们因为没有及时干预 以及确保通报和承报机制有效和严谨 而面对警告、严重警告以及罚款等惩罚 而新加坡中央医院也发表文告表示 12名在医院担任要职的人员 包括医院高级管理层 于在处理或防控病毒传染有疏失 而面对严厉警告、罚款等纪律处分 113-184-184-18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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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186- 195-1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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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-185-205-186-194-185-185-196-222-115-isolement un work Byy On 感谢观看